还没有找到小姐 下去吧 是 你竟然回来了 怎么 见到我没死 很失望吗 你要是想告状 我劝你还是别摆这力气了 因为宗主 已经知道了 知道你对我出手 坏他好事 是啊 他还知道我把你打下山崖 生死未卜 但这又怎么样 他没有责怪我 而且 我告诉你 在阴风谷里 图妹的位置 比你重要多了 那当然 看你脸上的伤 就知道你有多重要 玉儿 你可算回来了 玉儿 让我抱一下 女儿迟来复命 奉宗主原谅 你果然不负我所望 大难不死平安回来 这次哲仙谈的事情 我已经知晓缘由了 任务失败 错不在你 谢宗主 我现在只想知道 丁颖还信不信 女儿相信自己并未暴露身份 丁颖他 应该依旧认为女儿 有意投靠蜀山 那好 我相信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诸葛与我那个老贼 一定不敢再而丁颖去冒险 并将其困于蜀山上 而他自己也焚身不侠 取得乌风草之后 他必定要炼制成要下山救人 到时候我就要你再上蜀山 接近丁颖 是 女儿遵命 是啊 丁颖当时还相信你的谎话 但是你自己呢 难道你自己心里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已经不记得在哲仙谈 蜀山说的情话了吗 好啊 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好像说 丁颖他受了伤 你的心里很痛呢 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现在你不承认了 够了